记者陈冠的彰化报道 爱画画的孩子不会变坏 心中有爱的孩子不会作怪 乔大企业董事长陈兴点 今日联合PUMA和正机械等企业公司 在家乡田中陈罗蜜蜂公园与高铁彰化站 举办一场千人写身绘画活动 不少绘画好手涌入田中小镇 陈兴点看了开怀大笑 感动地说 终于完成自己20年来的愿望 彰化田中今日在高铁彰化站 陈罗蜜蜂生态纪念公园 举办旅赞田中音乐交响曲 千人写身绘画活动 参赛所谍从幼儿园组到成人组 共六组报名人数超过一千两百人 是田中地区近年最大型的写身活动 彰化县副县长陈善报 天中镇长谢文贤 高铁董事长江耀宗 台北市政府官传局长 景于燕等人与会 陈兴点表示 常年旅外经商发现 日本欧洲等先进国家对孩童的艺术教育 相当用心 如果从小学习绘画 对于事物的认知可以更有自主性 对社会更有爱 培养正确的心灵价值 而且举办活动 家长们也会一起陪同 也能增进亲子关系 认为进步的国家就是应该多举办写生比赛 陈兴点说 六年前以母亲之名创办陈罗密封生态纪念公园 用意之一就是要提供一处适合民众写生的地方 今年六月时向天中正长提议或认同 最早来当地企业PUMA和正机械公司总裁肖一鸣一起为活 动赞助 肖一鸣说 爱画画的孩子不会变坏 心中有爱的孩子不会作怪 这次有上千人来完成好友愿望 相挺很值得 参赛的台中成功国小美术老师林一恒说 目前国内很少有成人组的写生活动 因此只要知道哪里有比赛都会积极去参与 有时不是为了得名 而是喜欢现场与高手切磋的机会 作画中被民众肯定 心情就会很开心 也是鼓励画家创作的动力 这次选在陈罗密封公园作画 想画出活动创办纪念的意义 陆东国小四年级生成应征说 彻画高铁区是当地最美建筑 想画出全家人搭乘高铁出游欢乐的画面 北斗家商广告设计科三年级深秋真灵则说 趁放假与同学来参赛 也希望累积得名成绩 增加升学加分实力